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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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 赤神商事的节目当中 在这里呢 我们有很多好好听的歌 大家有觉得最近有闷的感觉吗 是的 因为在疫情期间 就是我们台湾虽然是很不错 但是全世界还是笼罩在疫情当中 大家知不知道呢 在华语乐坛当中 有一位我们的华语女歌手 很有名的王菲 她曾经在 走七年的国语专辑里面 有一首歌就叫做《闷》 这首歌呢 是灵系打释她的词 里面的意思都是讲到 很多的女性朋友在爱情当中 有很多的不确定感 还有内心呈现的粥结 还有不安 虽然歌词从头到尾 都没有讲到闷这个字 但是做词人灵系 非常精准的一个字呢 就能够倒破了很多的女性 她们在爱情里面的心态 2020我们刚刚说了 很多的人虽然我们 好像这个人与人之间 在说话其中 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恐惧 但是大家应该知道 有很多的恐惧 却在心中 所以有很多的自律神经失调 甚至有很多人失眠 很多的压力导致很多的朋友 其实并不过得好 那很多的朋友的生活的秩序 也被打乱了 有些的确诊者呢 在医疗机构里面的接受治疗 连带他们的亲朋好友 也要被隔离 甚至被检疫 而健康的人 无论走到哪里 都要依照戴口 就要戴口罩 实时说真的 也非常的闷 有些时候 从新闻报道当中 看到某些着落 因为政令的关系 根本不能走动 或是几点之后呢 他们可能就不能离开家了 就在高楼大厦的人们 每到夕阳 这个出现或是西城的时候 他们全家人 就渴望可以到阳台 可以隐抗高歌 开启了一个家庭的一个聚会 或者音乐会 可以说是只有疫情 才会有的一个大起径 有很多很多的歌手 甚至有很多的艺人 也因为他们在疫情的关系 没有办法再去工作 闲置在家 所以唯有可以在网路上 可以做直播 或是边运动边练唱 也跟他们的乐迷说嗨 不过我希望大家要记得 很多的时候我们都要忍耐 忍耐是很重要的 口罩也是很重要的 不过今天Rosita就带大家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可以四处趴趴走 但是我们今天可以听到 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歌手 他们的歌声 第一首歌呢 叫做 这首歌其实我讲中文 你可能不是很认识 但是反而我讲英文 你就知道了 这首歌就是来自 英国二重唱的团体 也是两个阳光的大男孩 所组成的George Michael 还有Andrew Gregory 话说他们两个大男孩 在高中的时候呢 就认识了 因为他们自催伤头 经常在一起玩Bang 经过在一起的 创作的一些曲子 偶尔也会在夜总会里面 公开表演 我说过了 夜总会啦 俱乐部啦 还有很多Bar呢 其实都是那些歌手 他们在没有发迹之前呢 他们练唱的地方 不过他们所发表的作品 或是他们唱的歌 大部分都是Disco的 节奏的舞曲比较多 直到1984年的时候呢 WHAM这个团体 正式的进军美国 没有办法 因为美国就是音乐重地嘛 整支单曲还记得吗 Wake me up before you go go Yeah 整首歌洋溢着青春的气息 马上就冲到排行榜的 Top 10 陈胜追击 那唱片公司马上推出 第二首单曲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这首歌曾经是三周的冠军 也让WHAM这个名字被全球的乐迷 正式地被关注 OK 顺带一提 那个首Rosita 还记得每一天晚上 都会守候在收音机的旁边 我还记得我非常喜欢一个DJ 他叫做Uncle Ray 有一点像我们的余光大哥一样 每天晚上都会做三个小时的节目 而且最新最流行的歌 唱品公司都会把它第一首播出 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 大概也是这样 礼拜五的晚上 我就听到这首歌第一次的播出 就是这首这个WHAM的 Callus Whisper 还记得自从播完这首歌之后 Rosita就正式地爱上了 这一位男歌手 说真的很多人也许不会太注重 Andrew Rigley 不过当然就是那个又性感又迷人 既感性又理性的George Michael 不过觉得他的那种感性又性感 我发觉其实很少男歌手会拥有这一份的自信 后来发觉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面呢 后来你会发觉他的传辑里面更有男人的魅力 因为他终于做回自己 你应该知道我的意思吧 OK Callus Whisper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 就是因为一开始都有非常缠绵 令人烧魂的Saxophone的演奏 让我真的不能自拔 非常的感动 那究竟Callus Whisper是说什么的呢 听了那么几十年了 究竟这首歌的意思是 原来他说的无心的离难 或是无心的耳语 描述的就是 有一个男孩子 他非常喜欢一个女生 却没有勇气去追求他 然后在这样的情况 也得不到答案之下呢 这个女生就觉得非常莫名 很难过 好吧 那既然你没有来追我 我就跟你的朋友 你的男性朋友在交往吧 后来在一个无心的机会呢 这个男生就把这一段话 告诉了这个男孩 然后那个男孩听完之后呢 发觉自己非常的不舍 而且非常的懊恼 OK 大家要记得 喜欢的人要主动出击 就算对方说不 又是什么样呢 对不对 最重要的是 被拒绝也无所谓 最重要的是 喜欢好好的去追求吧 我们就来听 当年每一个人 从这一首歌开始就认识了 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原来这首歌本来是没有 saxophone的演奏的 后来唱品公司的老板认为 要放在电台 应该是比较强耳 加一段 saxophone的演奏什么 你觉得好不好 当然好了 从那个时候开始 那首歌就被DJ的 大力的播放 我们来听 George Michael 应该说我们的 WAM的 无心的耳语 是不是觉得George Michael 真的很迷人呢 我们刚刚听到那首 Careless Whisper 由于我们没有办法 到处的啪啪照 所以Rosita今天会带大家 去到很多不同的地方 听很多不同的歌手 来自不同的国家 他们的作品 就如我们所经常会在 广播节目里面说的 一件事情的成功 其实都是需要 天时 低利跟人和 OK 我们今天要介绍的 就是挪威的三重唱 他们叫做AHA 不可以否认都是 他们一出道就一炮而红 不像有一些歌手 折返了好久 然后怎么样都没有办法 出唱片 这种感觉真的很差 不像现在是网络年代 你看一下Billy Eilish 跟他哥哥 从十岁开始 就可以发表他们的作品 十八岁就拿到Grammy 而且也是史上最年轻的 唱007主题曲的歌手 Well 那个时代 却真的不是一样的 不可以这样说就是 AHA呢 他们也可以说 因为那个时候 他们有了天时的联合 说到AHA 他们的吉他手跟键盘手 都是住在挪威的首都 OK 他们小时候的邻居 十几岁呢 他们就组成一个团 一起写歌 一起谱曲 说真的 当很多人都在玩加加酒的时候呢 他们已经很努力地写歌了 后来他们自飞录制一个 DEMO专辑到处毛绍自荐 因此得到一些家乡小型又来了 又来俱乐部演出了 有一次呢 在偶尔机会碰到的主唱 叫做Morton Harkett 他也是已经在圈子里面 混了十几年都不红哦 在那个时候 他也觉得很闷啊 不过大家有没有发觉 为什么他们要去夜总会 或是酒吧 或是俱乐部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至少他们有一个 演出的机会 说不定有心探在那边 他们可能就会红了 83年的时候 他们三个人决定 离开家乡 OK 我们决定要去英国伦敦 发展一下了 很幸运的 幸运之神就看中他们 而且同年 他们在12月的时候 都得到华拉唱片公司 一直合约 84年的时候 发行他们的新专辑 应该说首章的处女大碟 我们这样说 叫做Hunting High and Low 人生也是这样 你永远不知道 你这一步是对还是错 但是不试试看 怎么知道呢 第一次的单曲叫做 Take On Me 编曲用常列的节奏 加上大量的电子合成的效果 把主唱轻乎缥缈悠扬的歌声 衬托得差到好处 为单曲量作打声的MV 内容是讲一段 穿梭在漫画跟真人之间的罗曼史 或是那个所谓的 超现实的恋情 牢牢地扎住那种 很多喜欢做梦的年轻的朋友 有了这样的条件 你要不红也难 OK 果然就是第一首他们的冠军曲 AHA的Take On Me 今天说过了 所有的歌可能都是来自世界各地 无四海 但是我们这些歌每一首都有着 不同的形式 或是不同的节奏跟风格 不过我们现在来听的第三首 如果你喜欢摇滚的话 你决定会喜欢他们喔 他们就是一个美国硬式摇滚的乐团 顾名思义呢 他们是以吉他手Edward Van Halen 还有鼓手Alex Van Halen 一听就知道是一个兄弟党的一个核心 加上主唱他的名字叫做David Lee Rolfe 跟背首Michael Anthony 所组成的一个非常有名的这个团体 叫做Van Halen 他们在还没有发迹之前呢 在加州当地的俱乐部里面 又来了又在俱乐部演出 不过呢表演的其中 真的没想到贵人就出现了 那是谁呢 他就是Kiss的背首 就是Jean Simons 然后呢他卫影色英雄 我说真的 能够碰到贵人真的很不简单喔 基于世才的心理 除了出资帮他们录制DAMO代 还好人好到底喔 把他们呢 引荐到他们的唱品公司 可惜没有受到这个响失 虽然我喜欢你 不代表老板喜欢你啊 所以他们就吃了闭门羹 其实那种心情还蛮闷的 因此呢又沉直了一阵子 没有没有办法 直到1977年的时候呢 跟华拉唱品公司签约 正是以Van Halen的那个名号 来闯荡歌坛 那华拉唱品公司呢 非常重视他们 还指派了另外一个贵人 就是Ted Templeman 这一位高人呢 是他们的御用制作人 果人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首张同名的专辑呢 一下子就卖了一千五百万张 这张专辑后来也成为了 乐评家推荐B10的摇滚乐坛 二十选一 就是你一定要听的 二十张的摇滚的专辑 还有什么东西是厉害的 也许大家会觉得 我都没有听过他的歌 Rosita没有关系 那你应该有听过 The King of Pop 那就是Michael Jackson的MJ 他的Beat It 虽然你不要以为 这个Michael Jackson 他是着重在机械舞 他的舞步 其实他也非常着重 他的音乐性 而且他的录音也是一流的 所以他那个时候呢 故意邀请了 神福奇迹的吉他手 那就是Van Halen的吉他手 Van Halen来客串 所以现在知道了吧 知道他有这样的来头之后 特别想听这一首Van Halen的《Jump!》 刚刚我们有听到 来自英国的Vam 后来单飞的George Michael 另外我们也听到来自罗维的 那现在我们要来听听 来自瑞典的组合 他们也是摇滚的静旅 你知道吗 当大家真的觉得闷的时候 可能你已经有点不可自拔了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能够 Open your heart 能够打开你的心 那在我很闷的时候 我可以这个求救谁呢 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 你有没有一些好的朋友 当你觉得你自己非常压力大的时候 可以跟他聊一聊呢 我知道有很多的朋友 其实是睡不着觉的 那我常常在这个便利店的时候 就看到有一些男生 他们之后拿了好多啤酒 那我就在这个跟他们说 我说你为什么会喝那么多啤酒 你很喜欢喝啤酒吗 她说其实Rosita不是 是因为她说如果我不喝啤酒 我都睡不着了 所以如果我们要借着酒精或是药物 并不是一个最好的办法 我觉得最好的就是打开自己的心 能够有一些很好的习惯 譬如说来看我们的事成相事 因为好听的歌 它会有一种前面 慢慢地进入你的心 然后潜移物化的一种方式 让大家打开你的心 好 希望打开你的心的是来自 1982年成军的Europe 让他们总共有五个人的团体 Well 闻名全球的莫过于 Europe的有一首歌叫做 Final Countdown 就是他们的第三章的专辑 不过你知道吗 所有的一些的团体 他们必须要做一件事 才能够真正地鸿透这个整个世界 那就是他们必须要去做一个巡回演唱 那重金属的硬师摇滚乐团 当年也因为参加了澳洲热门的音乐大赛 拔得了头筹 而受到唱品公司的青睐 签下了他们并有计划的上这个北欧 以至到全世界 因为北欧毕竟不是音乐的重地 所以他们必须要离开自己的家乡 去到更多的音乐重地 比如说是美国 甚至更多的国家 也是参加了性质相同的一些的比赛 才能够成功地踏上他们的演艺的路子 回到欧洲本身就是Europe 他们的音乐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呢 那就是他们有摇滚 有抒情 可以说是这个也慢也可以 快也可以 可以说是得到一个最好的平衡 最大的这个关键呢 那就是吉他手John Lorin 他的炉火纯青的吉他的技术 还有佩搭上主唱的Joey Tempest 高亢的嗓音 我觉得这一个搭配 常常都是摇滚乐团 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假如摇滚乐团的吉他手 吉他不够好 那那个摇滚的歌手的歌曲 歌喉不够高亢 通常都很难组到这样的团体的 不过因为他们两个都能够 这个互相的搭配 还有就是很多的歌都是来自他们的手笔的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是 1988年的抒情佳作叫做Open Your Heart 选自他们的第四章的专辑叫做Out of the World 这是作曲这个他们的第二度的发行 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因就是前面讲到他们的吉他手John Lorin 后来因为他离团自立门户 所以发展他个人的事业 顶替他的就是Key McKello 也不是省油的灯 其实也许大家会更喜欢这个版本 那值得庆幸的是在他们演艺事业如热中天的时候 他们选择了来台湾 就是来巡回到台湾 在我们台北的四立体育场 也是小巨蛋的前身 举办了两场的露天的演唱会 Well 你知道吗 当天有两万多名的摇滚乐迷前来乔胜 中场这首抒情的Open Your Heart 就这个可以说是欢声雷动 就慢慢响起 台下的观众蓝眼他们心中的激动 票房当然都开出红盘 因为他们毕竟就是一个很厉害的 Live的团体 所以很适合就是做Live的演唱会 我们就来好好来听 这首好听的Open Your Heart 觉得刚刚那些歌还不是你的口味 你比较喜欢 比较通俗一点 而且很欢乐 我们来换一个口味 换一个气氛 OK 那听到这个时候 我们来听听就是Lips Ink的一首 当时可以说 在广播或是收音机 都是每一天都是常力播放 那个时候DJ 也许这个一天有八个DJ或十个DJ 大概你都可以听到十次的一首歌 每一天都可以听到大街小巷 没有人不知道的一首舞曲 大家应该猜到了吧 那个非常有回忆度 而且似曾相似的一首disco歌 那就是七零年代风靡一时 这个戏卷全球的disco乐风 他们就是叫做Lips Ink 进入八零年代的时候呢 可以说几乎在全美国的盘榜 那些disco歌已经烧身立即了 因为已经听了整个十年了 想不到呢在八零年的时候呢 只要你喜欢 怎么念都无所谓啦 Lips Ink呢 它是来自美国的一男一女的组合 男生他的名字呢 叫做Steve Greenberg 说真的 他并不是因为没有钱来唱歌 他生长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不过呢 他其实一点都不喜欢 家里面做生意的事 而且他从小都精通很多的乐器 不想继承家里面任何的一种 这个所谓的事业吧 所以呢 他只想一心想往这个音乐的 音乐圈来发展 二十岁那年呢 他带着自己的录音作品 前往洛杉矶寻求发展 不过呢 四处呢都碰壁 在情况之下呢 只要回到自己的家乡 又找一些俱乐部来演出 没想到黄兴不负有心人 后来他碰到多才多艺 曾经选到这个 明尼苏达州小姐的黑人女歌手 女星 她叫做Synthia Johnson 两个人就一派直合 那个Steve Greenberg呢 负责是制作谱曲伴奏 那女的呢 都成为专业的主唱 不过呢 如果大家有看过他们的MV呢 等一下就可以看到了 他们的机械舞呢 跳得还蛮好笑的 然后他们呢就这个 被一家叫做Disco舞曲 就被那个Casablanca的 唱片公司上众 帮他们发行了Funky Town 也是他们唯一的专辑 Move to Move 不过呢 毕竟Disco的风潮 已经走入尾声 加上这种舞步呢 的风格已经成为了固定的模式 再也没有太多的突破 发展这个新鲜感一过呢 乐迷就不迈向了 不过呢Funky Town可以说 他们难得的一首 难忘的代表作 也可以说让刚刚的 Steve Greenberg 可以说对他自己 有一个很好的交代吧 我们说过了 今天的歌每一首 都有不同的形态 我们就来听 最商业最好听的Funky Town 今天我们的四成相事呢 可以说来到80年代的 百花齐放的一个乐坛 那那个时候其实很多的歌的类型 都可以不一样 而且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歌曲呢 都受到很大的接受度 在四十年前 如果我们说这个是玉女呢 一点都没有错 那个时候就很喜欢形容呢 女生很清纯 很甜美呢 就叫做玉女 OK 然后大家觉得玉女中的经典呢 应该就是四十年前的 Olivia Newton-John 就是奥里维亚柳顿强 我觉得台湾的艺名呢 就是翻译真的很可爱 不过这位来自澳洲的女星呢 在七零年代以青春玉女的形象呢 走红了歌坛 到了八零年代呢 开始转型成功 改走性感的成熟路线 然后它的曲风一变呢 以常列节奏略带一些 摇滚的舞曲成为风格为主 八二年的时候呢 推出了单曲 这首歌连 这个我们香港的江少秋先生 都有唱过喔 叫做Physical 虽然呢这个时候这首Physical呢 就被一些味道知识都认为啊 这首歌有点心暗示喔 而且更被美国南方 比较保守的电台进播喔 不过你进播没有关系啊 这首歌还是因为 曲实当时真的实在太好听 而且太有流行感 所以瑞不可当 就直接冲到流行榜的第一名 而且我说真的 这首歌不单止是这个Hot 100的第一名 更是那一年的年终的No.1 你就可以想象呢 这首歌不单止是很红 而且它还带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风潮 也可以见识到呢 这位澳洲女歌手的一个惊人的魅力 其实呢Oliver Newton-John呢 她并不是出生在澳洲 因为呢她是出生在英国的 当时因为爸爸呢她是个教职人员 被邀请到呢在澳洲授课 居家就移民到麦尔本 虽然从小充满了这个学术的气息 但是呢她并没有打算要跟爸爸一样 这个做一个老师 而选择了唱歌为她终身的事业 不过呢在高中的时候呢 都参加这个才艺的竞赛的节目 脱颖而出 那个时候呢 他们就有个机会可以去到 这个英国这个旅游 而呢因为姻缘机会呢 就跟同行的好友叫做Pat Carroll 一直来组成二重唱 在一些走巴的俱乐部里面演出 还上了英国国家的电视网的节目 可以说非常幸运 因为够甜美嘛 不过呢她的好朋友Pat Carroll 后来也因为签证的关系到期咯 没有办法 You have to go home 你就要回家了 所以ONJ没有办法 她独自一个人 就在这个摇滚乐坛里面 不过讲来讲去也是跟当时 这个整个气氛有关系 因为在那个时候呢 全部的乐坛的歌 大部分都是摇滚的歌 但是来了一个完全不一样 可以满足大家不一样需要的 这个歌手呢 所以大家都觉得 无论是她这个金发啦 加上她清新气质啦 还有她的甜美的笑容 还有嗓音 都是她的成功的因素 叫人家怎么不注意她呢 所以呢 在七三年她就有一首叫做 Let me be there 拿下的Grammy Awards 就是葛莱美奖最佳的商圈女歌手 在隔年1970年更上一层楼 以我最喜欢的一首 I honestly love you 拿下了最佳流行女歌手 还有年度最佳的唱片奖 而无都有偶呢 也被商圈音乐的协会 选为最受欢迎女歌手 那个时候所谓她的运气 或是她的这个红 可以说挡都挡不住 后来在七七年的时候呢 她也登上了大荧幕OK 然后接了青春的歌舞片 就跟John Trafford的那个火爆浪子 一起又唱又跳 可以说十八般舞异 全部都厉害 今天我们要介绍的 就是她的冠军单曲 叫做Physical 当年呢MTV台还没有成立喔 拍这个音乐录影带的时候呢 她还没有盛行 不过当年的OMJ 已经场线一步 戴着那个大家看到的头巾 而且穿起来景深衣 在镜头上面大跳韻律舞 旁边还有很多肌肉的猛蓝 在那边健身 可以说是已经相当在这个年代 好大胆跟前卫咯 不过看回去 如果现在来看这首歌 你觉得她是不是大胆呢 我们来听OMJ的Physical 是不是喜欢今天Rosita 帮你选择的那些好听的 来自世界各地的歌手的歌曲呢 真的 八零年代的乐坛 可以说是百花齐放 所以就是我们乐迷 最大的一个耳福了 那只要大家在每一个礼拜五的 晚上11点钟 收看我们的事成相事 我相信这些好歌 一定会每一次都会送给大家 OK 希望大家明天 不会腰酸悲痛 下个礼拜见囉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